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一场恋爱症的盆满钵满 然而等到订婚都过去好久 前女友婚礼都办完了 这对高调CP不仅没迎来婚讯 反的丑闻自起 自从女朋友陷入风波后 不仅不露面 连频繁的微博推送也终止了 面对各式各样的传闻 平日里能连善变的娱乐圈前辈至今都未澄清 近日居然还有报道说 李晨摘掉了无名纸上婚纪 迷雾重重 各种消息迷花了吃过群众的眼 因女友身陷危机 属于躺枪的李晨 最近都去哪了呢 据官方粉丝团的报道 李晨一直在美国拍戏 ING 大夏天的各种动作戏 高湖的动图 透露着大汉淋漓的认真 减少国内曝光度 不是为一种保护女友的做法 只是舆论风评极端之下 本来跟风波毛没关系的李晨因此措施机会 凭借奔跑的打下的江山 再不起腹只怕要拱手他人了 除了李晨 被自家女人坑坛的还有假奶酱 现在回过头看李小璐的夜宿门事件 乃爸声明几乎默认了李小璐出轨的事实 但看加害者的街场路透照 拎着孩子的李小璐 除了严肃的表情 几乎没有杀变化 微博照更 还通过粉丝团放消息 李小璐该受到的指责和磨难 好像还没马苏多 毕竟婚后处于半眼退 网红辣妈的生活 舆论似乎伤害不到他 最受影响的 反而是受害者的假奶酱 曾经横跨配音秀和小时贫秀 倒向行斗 比如今在事件后的亮相 谨化乐之城一次 奶爸没有了当年的斗曲 深沉安静很多的让人心疼 艺术门爆发 包被封杀 马苏陷入舆论攻击 贾赖亮虽然收获同情 但因世人为之所见的绿光 收获的同情就等于侮辱 情更微薄 不上中意 奶爸和李晨一样选择了在戏中导演 选择军旅题材的贾赖亮 PO出的杀青招 硬朗帅气 颇有军人风采 爱里被动的他 再多的苦涩也 只能自己慢慢消化 一点点去品尝 娱乐圈风云变换 事实无常 今天的大热CP明天可能就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 粉丝的宽容度和 人性化程度的提升 让明星在压力沉重的娱乐圈松一口气 可以享受常人之乐 但往往公开也需要勇气 当初承诺相互扶持 日后也要践行诺言 相比李晨 贾赖亮仿佛被吭得更惨 不仅人设崩塌还要面对感情背叛 事业情感双打击 如今最新鱼创作 也是缓解情绪的杀招 只是风波出现 沉默不语真的能换回风平浪静吗 李晨 贾赖亮不同程度 都被自家女人坑惨 同时选择沉迷戏剧 坚默不语 对这种处理方法 你有什么见解呢 赶快留言 希望贾赖亮 李晨都在此回归 能看到舆论淡忘的收效吧